訓練員,大家好! 如何捕捉到赤面龍呢? 首先要找到龍螺旋支塔的動月 龍螺旋支塔的動月在哪裡找呢? 這裡有說 就是找出龍螺旋支塔的其他寶可夢 捕捉完 就會得到赤面龍 龍螺旋支塔的寶可夢是哪些? 就是這些 沒錯 當你捕捉完之後 寶可夢出現 寶可夢就是赤面龍 大家明白嗎? 總之簡單來說 你捕捉完之後 就會捕捉到赤面龍 而原因就是 因為龍螺旋支塔 就是有寶可夢在那裡住 所以你找到赤面龍 即是找到赤面龍 這個故事其實就是 說著 動月遺跡的神秘大門 這個機關啟動的時候 就嚇到寶可夢 走出來被我們捕捉 包括赤面龍 希望大家快點捕捉到 再見 還有時間 7號10點至12號 8點前好捕捉完 再見 再見